哈喽各位同学下午好 欢迎来到大鹏教育手办课程 那这节课的话是我们的软桃甜点课 第五节课 那前面的话我们基础的知识 掌握的都差不多了 那这节课的话我们会做到一个新的案例 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卡通人物 我们来看一下是这个起司猫 那起司猫的话在这个动漫里面 虽然还是比较出名的 是一个比较活泼可爱的一个形象 那小猫咪的话 它肯定整个的一个造型上来说的话 跟我们的这个人物 它肯定还是会有一些不同 动物的一个全身像 现在我们开始要去制作 那这节课的主要的一个知识点的话 首先还是要去做它的一个主体部分 就是我们的头部跟身体 我们来看一下 头部的话是一个像圆形一样的 一个偏椭圆形的一个样子 对吧 身体部分的话 主要先做出躯干部分 是一个像T型的一个样子 再加上它前面的两只小爪子就可以了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 眼睛部分的制作 对吧 那眼睛的话这个不用详细去讲了 对吧 我们前面已经做过很多次眼睛了 大家都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然后最后的话做出我们的这个五官表情的这个嘴巴 对吧 还有我们的胡须就可以了 那花纹的话 我们可以在这个软桃烤了之后 去用这个我们的水性漆或者说丙系颜料 去给它画上去就可以了 如果说用软桃去做这个花纹的话 第一个它太小了 太薄了 不太好操作 第二个的话 你在去造型的时候呢 它可能就是出现了这个形状 它没有这么工整 所以我们还是用画的这个方式去替代 它制作上去的这个方式会更好一些 好 那我们就不多说 直接开始今天的课程内容 首先大家看一下这个成型的一个过程 做出我们的头部 然后身体部分 对吧 加上耳朵 然后尾巴 灰色部分 然后最后就做出了我们整个作品 其实整体来说的话 还是非常简单的 对吧 我们就进入石操部分吧 好 我切一下屏幕 大家应该能看到我的双手啊 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开始制作 首先看一下我们的案例 案例的话 它不是特别大 它同样的也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半浮雕的一个东西 对吧 然后背面的话 大家也是同样可以去给它装上这个磁铁 把它做成一个装饰品 对吧 然后能够贴在冰箱上 会起到一定的装饰作用 好 现在的话 我们准备好我们的这个白色软陶 我们拿出来 然后准备好我们的这个工具刀 对吧 我们的这个笔刀工具 稍微给它花一个口 花一个口 让它稍微比较方便拿一点啊 多取一点 这个作品的话 我们它还是需要去大家混一下色 比如说需要去混一个灰色出来 对吧 灰色的话是不是很简单 这节课的主体颜色都比较少 所以大家去做的时候呢 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然后边缘我们把它拆开 整体的都给它取下来 那同样的 如果说大家的这个黏土 你整体来说比较偏软的话 还是可以去吸一下油 对吧 我们看一下它的大小 大概的话 我们再取一点点 要不了多少啊 没事 你用不完的 到时候回收就可以了 对吧 学会回收就行了 把它封起来 然后现在我们先调颜色吧 我们拿一些黑色 调一个灰色出来 灰色的话 大家去调的时候呢 黑色要稍微少放一点 提前把颜色调了 大概就轻轻的一个边角 因为灰色用的不是特别多 我们就黑色可以稍微少一些 你加太多的话 这个颜色是不是就变成了一个深灰 所以我们调的时候呢 要稍微少一点 就大概二十分之一吧 大家也看到了 刚才削下来的这一块的话 比较小 非常的小一块啊 然后我们稍微混一下 如果你觉得颜色比较浅的情况下的话 我们还是可以稍微再去 加一些黑色进去 让它颜色更深一点 对吧 你少量多次的去调色 你不要一次加很多黑色 这样的话 你就要不停的调这个土 加白色进去 那它是不是又越混越多了 违背了我们神土的这个初衷 对吧 所以我们可以少量多次 如果觉得这个颜色稍微浅一些 我们再加一点点黑色进去就行了 不要加太多 然后粉色的话大家应该都是有的 因为第一节课做那个小树配棋 应该还会剩下一些这个混好的这个粉色的土 对吧 我们可以现拿现用 应该差不多 可能稍微还有一点点偏浅 但是我们要考虑它 烤了之后的这个颜色 对吧 是比较偏深色的 就是烤了之后 它颜色会变深一点 那有同学说 这个小猫咪看起来 它不是特别白呀 对吧 那如果说你想让它的颜色 更贴近于真实一点嘛 因为真实的小猫咪 它的那个白色的话 可能就稍微有一点点偏暗 你可以把我们混好的这个灰色 加一点进去 也可以不加对吧 就用纯白色也行 都可以 这个灰色的话 目前看起来差不多了 你如果说还想继续加深的话 我们再混一点就可以了 你看我都是在加这个黑色嘛 对吧 黑色的加的次数会比较多一点 你如果说最开始你黑色混的比较多 那你现在加白色的话 不知道得加多少 对吧 去把这个颜色调浅的话 会更困难一点 把颜色调深会更容易一些 就少量多次去加就行了 好 现在这个颜色就比较深了 就差不多了 我们跟它白色做比较 能够区分的出来就行 好 然后现在我们把它放在旁边备用 颜色调好 然后我的话是有这个 之前我们没用完的这个粉色 我们可以取一些下来 对吧 然后同样的这块粉色 我们也把它放在旁边备用 这个是做耳朵的颜色 对吧 搓成一个小球放在旁边备用 好 然后我们现在把这个头部给它做出来 头部的话 大家看一下啊 它整个的一个长度的话 大概是在四厘米左右 就是它的这个 整个的宽度 我们可以测量一下 对吧 是在四厘米左右 对吧 四点 四点 四点二三的样子啊 然后高度的话 大概在三厘米左右 看到没有 三点五左右 就你做一个三点五乘以四点三左右的一个 椭圆就行了 我们先搓一个圆 然后把它压扁 调整一下它的形状 你如果说像做小一点的话也是可以的 主要把握好我们的这个身体跟 它的这个头部的一个比例关系就可以了 身体的话是没有这个头部大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也可以参考一下 咱们这这个课堂笔记里面写的这个内容 对吧 然后我们把这个 圆放在桌面上稍微压一下 压了之后 它是不是就变大了 对吧 变大之后我们放在 这个 我们的玻璃片上稍微去调整一下 把它的边往下去收 边收的同时呢 我们可以边打磨 然后拿出我们的这个爽身粉 因为白色的话 大家也知道 它是一个比较干净的颜色 所以你的手如果说比较脏的话 这上面很容易覆盖上这个 就是你手上的灰尘或者说渣子什么的 这时候的话 你需要用这个笔刀 稍微去把上面清理一下 因为不可能说把手洗的特别干净就没事了 因为白色的话 它就是很容易吸这种灰尘什么的 而且看的清清楚楚 这时候你一定要去清清理一下用笔刀 对吧 用笔刀稍微去清理一下 给它弄干净一点 然后再去打磨 表面的话让它光滑一些 整个头部成一个大大的一个椭圆形 对吧 看起来的话稍微圆一些 然后把玻璃片拿起来 这样的话你比较方便去修这个形状 撒上一些爽身粉 尽量用自己比较宽的这个手指去修 比如说大拇指的这个指腹侧面 对吧 你去修的时候呢 很明显感觉到它受力面要稍微大一些 这样你修出来的形状呢 它会更平缓一些 就没有这么多坑 对吧 如果觉得连这个软桃比较粘手的同学呢 可以多撒一些爽身粉 这样方便操作一点 尽量多去磨一下 对吧 轻轻的 形状准了之后的话 表面就要给它打磨的更光滑一些 对吧 你烤出来之后才会有质感 如果你打磨的不光滑的话 留下了这个指纹的印 和它的这个坑坑洼洼的这个形状的话 你做出来的东西是不是就不是特别的美观 对吧 然后稍微给它 把边稍微修一下 然后我们用自己的这个指尺稍微去测量一下 看一下 现在这个宽度的话 大概是在4点多 然后高度的话 大概是在3.5左右 高度可以稍微再缩一缩 对吧 然后它的侧面的这个边缘 给它修一修 让它看起来是一个 就是侧面边缘线什么的 都是比较流畅的一个状态 然后表面的话是比较光滑的 好 现在我们来做一下身体部分 身体部分的话 我们先做下面的这个小梯形 对吧 然后大家也看到了 这个 起司猫的话 它的头部是稍微有一点歪的 对吧 我们去做的时候呢 就要把它的这个头部形状稍微调整一下 所以一会儿你在装身体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稍微把这个头往下 调一下它的角度 不要让它这么平 这么平的话 你会衔接上身体之后 它会显得这个 做出来的这个小猫咪 它不是特别灵动 对吧 看起来就可能是头比较直的 那小猫咪歪头的话 可能看起来会更可爱一些 然后我们搓一个水滴状 大概像一个水滴状 上面稍微近一点 下面稍微宽一些 然后轻轻的放在我们的这个 玻璃片上 朝两边推开 朝两边推开 尽可能的推的多一点 然后大概它的一个长度 跟高度的一个比例 是大概是三厘米左右 然后中间部分的话 可以稍微向下压一压 因为它还有两只这个前爪 在我们的这个身体的前方 所以它是需要有一个凹槽进去的 那有同学可能发现了 我现在没有跟头部衔接 现在还不需要我们去衔接这个头部 所以现在不要着急 我们先把这个身体先给它做好 好身体的这个形状 我们多去调整一下 那身体部分的话 除了这个它基础的这个形状 我们是不是还要去注意一下 它身体是有弧度的 对吧 比如说靠近我们右侧的这一块 我们需要让它的这个小屁股 对吧 后腿这一块做出来一些 我们可以用这个小拇指往内侧推一推 把脖子跟屁股的这一块泥呢 给它推得更明显一点 好 然后现在我们用这个灰色 可以去做一下它的这个尾巴 我们主要是去注意一下它整体的一个大型 就是整体的大型方向的东西 你注意了 你后面去加细节 画花纹都是比较好操作的 尾巴的话 我们大概给它搓到 三毫米左右的一个粗细 然后直接放在我们的这个 刚才推出来的臀部这一块 如果你的臀部推得不太好的话 我们可以借助工具 稍微给它调整一下 让它凹进去的这个形状呢 稍微再为突出一点 然后脖子的话 逐渐我们给它拉开 让它稍微宽一点 这样你才能跟头部做一个很好的衔接 如果你的脖子这一块不太宽的话 会显得这个小猫咪不够可爱 为什么呢 因为一般来说的话 真实的动物它肯定脖子会比较细一点 但是你像做卡通人物的话 它肯定这种脖子 它经过夸张处理 是不是稍微胖一点 看起来没有脖子会更可爱一些 所以我们就把它做的稍微宽一些 好 然后现在把这个小尾巴给它放上去 尾巴的话不要做太长 也是需要它是一个半面状的 也就是说你是搓了一根棍状的 对吧 但实际上你贴上去的话 它还是要贴在这个玻璃片上才可以 然后稍微给它贴紧一下 修一下这个尾巴的形状 在它烤了之后呢 我们才比较方便去进行上色 现在我们可以直接用这块土往左右两侧去把它的这个后腿的小爪子做出来 因为前腿也还做不了嘛 对吧 我们现在只能说去把这个你从中间往两边去推 靠下的这个地方啊 这样的话你的前爪是不是有地方放了 现在你轻轻的压一下 这样你前爪它才会有地方放 然后我们的后腿的这个爪子 从正面来看是不是就有这个泥 你可以去做一下它 因为你的这个泥堆不过去的话 那爪子的这个厚度的话可能就是做不出来的 然后侧面的这些形状的话 大家边做的时候边去调整一下 让它稍微偏弧形一点 如果上面有这种脏东西 一定要及时的给它挑出来 然后找一个地方 给它把这个刀工具擦干净一点 然后继续用我们的这个大抹刀 稍微去给它抹光化一些 现在我们可以去把它的这个爪子 稍微给它做一下 那从正面去看的话 爪子可能就大概就只有两半 对吧 猫咪爪子的话一般可能就分为四半 对吧 三半的样子 你后面的话是看不见的 前面的话就是三个小肉球 对吧 然后我们就分两个就可以了 因为有一半的话会藏起来 然后分出来之后的话 我们从上面把这个泥往下面堆 堆出来之后 我们把它的这个 肉球的这个毛绒的这种形状 稍微给它做的更凸显一点 对吧 能看得出来就可以了 然后另外一边的这个侧面也是同样的 就是把这个泥从上往下去推 给它堆积在这个爪子这一块 然后爪子的话会被前爪遮挡一些 所以可能就只有两个肉垫在旁边 能看得见 去做的时候呢 要稍微注意一下这些细节部分 好 然后我们这个小爪子做出来之后的话 我们稍微用这个板头笔去抹一下 板头笔抹的时候呢 你边抹就边把这个形状调整了 对吧 比如说爪子的形状希望它更出来一些 对吧 它的这个基础形更明显一点 那你就去把它调整的更 这个形之间的这个变化 更快一点 或者说压出来的痕迹更深一些 然后侧面的弧线都用软头笔去调整的更偏弧线一些 然后都去修修整一下啊 然后把小爪子朝外侧去扩 用我们的手指把它朝外侧去扩一下 主要还是要注意后面要去上这个前爪 对吧 那前爪的话 它肯定对这个后爪影响还会比较大一点 稍微打磨一下就差不多了 差不多之后的话 整体的一个形态 我们看一下 再检查一下嘛 对吧 整体的形态的话 它侧面的这个线是不是需要让它稍微更顺一点 就现在看起来有点不太顺 我们就稍微给它再修一下 或者说 你这条线 它往上收的这个样子 你觉得现在看起来不太自然 那里可得多去调整一下了 对吧 然后它的这个脖子的衔接口 稍微调整的大一点 多去把这个身体部分稍微打磨一下 爪子的话也是同样的 然后我们现在再取一些白色 把它的这个前爪做出来 前爪的话 我们搓两个圆柱 然后前端给它留的稍微厚一点 这样你才能把这个爪子的形状做出来 对吧 那我们看一下它的基础的一个形状 大概的话就是搓到一厘米左右 然后稍微用我们的这个玻璃片 稍微去搓一下 然后靠近我们的这个身体部分的这一端 给它压扁 压扁之后 它是不是又变得稍微更宽一些了 那其实这个长度的话会有一些偏长的 我们剪掉一些 剪掉一些之后 我们放在这个身体上去看 先去观察 它合不合适 先不要粘上去啊 先观察一下合不合适 大小 如果你觉得比较合适了 厚度什么的都比较可以 你再把它放上去 现在的话 我这个厚度的话是稍微有一点偏厚 我们需要稍微再调整一下 比如说轻轻的给它压平 然后往上提 这样它就延伸了 我们再把上端部分稍微剪掉一些 然后靠近爪子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稍微用这个抹道工具稍微压一压 它的侧面稍微给它修一下这个形状 我们再放上去看一下 整体的它的这个 有点稍微有点偏下 对吧 但是它前脚的话会稍微长一点点 我们修一下形状 好 这是它的基础型 大概的话就是这样的 然后我们再搓一下另外一根 另外一根的话也是同样的 就是把我们的这个爪子部分呢 稍微给它留出来一些 然后上段部分的话稍微给它压扁 然后多余的地方剪掉 做扩充处理 因为现在你衔接上去之后的话 它并不是一个完整的东西 对吧 你后面还要去调整 它的宽度和它的这个爪子的大小什么的 左边的爪子是不是稍微有些偏大呀 这些你都要去注意一下 或者说右边的爪子稍微有点偏小 那肯定是左边的爪子现在有点偏大 对吧 我们稍微把它取下来调整一下 大小的话一定要去控制一下 就是不能太大 但是小的话肯定也不行 我们比较一下左右两边尽量做对称一些 然后高度的话也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用笔刀工具把它越靠近脖子部分的话 斜着给它削掉 对吧 给它切下来 斜着切下来 左右两边都一样 斜着切下来 切下来之后的话 我们稍微给它压一下 压了之后 就直接像做派大星的手臂一样 给它打磨在身体上 就是给它压下去压实了 直接做磨屏处理 对吧 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的 那中间的话 靠近胸前这一块 是不是就需要抹的更平一点 然后两个爪子的粗细控制一下 然后侧面向上的这个趋势 给它修 修得更 就是没有这么多的这种违和感 对吧 然后上面的话稍微给它调整一下 好 现在我们如果说修得差不多了 可以稍微上一点爽身份打磨一下 爪子的话也要打磨的稍微好看一些 好 然后现在我们找另外一个软头笔 就是偏平的这个软头笔 把我们的这个后脚的这个爪子 稍微给它修一下 然后下半部分的平的地方也稍微给它修一修 整体的形状给它做的更工整一点 尾巴微微向上撬 对吧 撬起来的这个趋势 然后手上抹上一些爽身份 我们把这个脚给它调整一下形状 调整的同时不要让它粘在我们的手上 对吧 然后靠近胸腔这个地方 就是它的这个胸这一块 我们稍微给它打磨的稍微平一点 尽量让接口看不见 然后侧面的线条也是稍微打磨一下 好 现在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这个放弄工具 去把它的这个角给它开出来 就是我们的这个所说的这个山竹一样的这个肉垫 对吧 轻轻的压一下 然后它是中间宽两边稍微窄一些 对吧 就用这个磅针去压就行了 它压出来之后这个形状都不用去调整 只要你压的比较好的话 就不用再去调整了 调整都是多余的 对吧 因为它压出来就比较可爱 比较好看的话 你就不用调整了 你再调整的话也 就是这个形状可能会被变动 那也就不太好 对吧 好 然后这个肉垫做好之后的话 我们把它的这个 就是下面偏平的地方稍微调整到更平一些 然后脚这个地方的一个过度稍微给它压一下 就是到脚掌的这个过度稍微压一下 压了之后 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头部给它衔接上去 头部衔接的时候 大家要注意一下 你找一个稍微扁平一点的 稍微长一点的刀片 你得把头缠起来 因为你现在的话 我们的这个身体部分做好了 你得用头去将就一下这个身体 对吧 你身体的话不太好缠起来吗 因为有很多细节 所以我们把这个头缠起来 那缠的过程中会有一定变形 一会儿再衔接了之后的话 我们再去做一个调整就可以了 这个头稍微有一点点倾斜 对吧 这个倾斜我们要给它做出来 我们可以观察一下 倾斜的这个趋势 然后它整体的这个 光滑的这个程度 我们稍微去打磨一下 然后靠近脖子这个地方该怎么收 对吧 然后它上面部分是不是稍微偏圆一点 整体的一个形状都做 多去做一个调整 因为软套 它可以一直修这个形状嘛 我们尽量稍微修的好看一些 这样你考制出来的这个作品 才会更满意一点 边缘给它稍微压薄一点点 我们用大面积的地方 多去给它调整一下 比如说我们手的这个手掌的大鱼剂 对吧 然后整体形状差不多之后的话 我们就去做打磨 上面抹上一些爽生粉 去打磨一下 打磨完成之后 我们把这个耳朵做出来 耳朵的话 我们也是先做两个小三角 对吧 这两个小三角的话 尽量做的一样大 都是灰色的嘛 你做好之后的话 耳朵先不要忙着贴上去啊 因为我们是需要先把这个头部的花纹给做了 我们先把这个两个小三角做的差不多厚 一样大 然后放在旁边 我们用灰色的土 去擀一个薄片 擀的话你就用棒针去擀就可以了 棒针用粗的一根棒针 然后去擀一个薄片 稍微慢一点啊 因为软陶它推的这个薄片呢也可以非常非常薄的 然后压出来的这个薄片 我们把它上面做成这个开口状 也就是我们需要贴在头上的这个花纹 你擀好之后可以稍微拉扯一下 增加它的这个面积 跟它的这个薄度不要太厚了 你如果说手比较粘的话 你可以在手上抹一点点爽生粉 这样它就不会一直粘在你的手上 对吧 我们稍微撒一点爽生粉在自己手上 好 然后我们现在稍微给它捋平一点 用笔刀工具去开两个小三角 对吧 比较长一点的 然后我们先贴一边 你首先这个边缘的话不需要大家把它做的多直 因为它是一个偏弧线的 大概是从头顶这个地方贴一半 对吧 它是分开的 所以大家去贴的时候一定要先预算一下 你贴的这个位置决定了你后面贴眼睛的位置 所以大家贴的时候还是要稍微仔细一些 然后我们把它稍微拉扯一下 来晚了等回放可以的 这个薄片的话如果说大家没有把它贴够 我们可以稍微就是往旁边多给它压一压推一推 它会逐渐的向边缘靠近 然后它最终还是会把它贴满的 如果说你实在是觉得这个地方没有贴满 你可以划一片下来 然后给它补上去 用手轻轻的一抹它就光滑了 这是软桃的优势对吧 软桃的话就是你可以随时加涂上去 然后给它抹平 这点还是比较好的 然后我们把边缘稍微修一下 修了之后 我们把这些边缘线稍微给它做的更清晰一些 抹的更平一点 然后它这个弧线的话是稍微偏下一点的 对吧 今天是一对二教学转了 笑死 不是就是有些同学可能不知道咱们这个课已经开课了 所以人就会比较少一点 那其实我们之后的话就还有最后一节课 都是一些软桃类的基础啊 就 大家能跟的话稍微跟一跟吧 然后同样的另外一边的话 我们可以稍微准备的大一点 也是需要把它的边缘先切成一条直线 软桃拿起来的话它会比较粘手一点 那也是需要大家去抹上一点爽身粉 让这个手没有这么粘对吧 然后我们把它放到旁边 这个的话也是大概贴到一半的位置 我们给它先贴上去 我们把这个窄的一边放在上面吧 这样它比较容易贴一点 小耳朵先拿开 给它往上贴 注意它开缝的这个地方啊 开缝的地方的话 你要稍微靠下一点点 不要让它的发际线太高了啊 现在 准体来说的话发际线 不要太高 然后我们把这个边缘给它去掉 边缘去掉之后的话 同样也是 用手稍微给它抹平一些 然后把这个灰色的泥往下带一带 花纹嘛 它肯定不可能是百分之百工整的 所以大家去做的时候 不需要大家做的特别的工整 第一个呢是没有必要 第二个呢 它是本来花纹的话就是 有一个随机性 就是它大概的一个纹路 稍微准确一些就可以了 然后稍微修一下它的这个边缘 好 现在我们耳朵的一个基础形式 本来就已经做了 对吧 我们可以把耳朵稍微拉大一点 然后放上去 估摸一下 现在小猫咪是大概是这条线 它是一个平的 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呢 可能耳朵的位置要稍微这样放一下 就是它要稍微弯一点 对吧 然后头部 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还需要稍微再去调整一下 现在这个头部 如果说还要继续调整的话 我们需要把它耳朵先拆下来 然后头部要去调整怎么办呢 同样的 是用我们的这个 刀片 轻轻的从下面把它缠起来 一点一点的缠起来 因为它主要是这个 小猫咪它的这个 头部的角度问题啊 你这个角度的话 你不能让脖子太长了 所以我们要时刻去观察一下 现在是感觉这个脖子是稍微有一点偏长的 所以我们需要去调整一下它的这个长度 测量一下吧 现在如果说它超过三厘米 就是下身超过三厘米的话 我们需要去给它切掉一些 太长会显得它有点 缝针 它就没这么可爱了 我们去掉一点点 然后向下稍微压一下 接口处的话稍微薄一些 因为你头部的话是没有这么厚的 然后用剪刀 同样的我们来修一下它的这个边缘 我们把这些图先回收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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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回收一下 稍微回收一下就可以了 这个头部的话稍微歪一些 对吧 稍微歪一点这个头 歪一点之后我们把它粘上去 让它长在一起 长在一起的话 我们就看它的这个基础的这个差不多了 我们就可以稍微抹上一些爽生粉去打磨 表面的话一定要给它打磨的更光滑一些 这个轮廓线要不要去处理呢 我的意见呢就是不处理 对吧 你处理了的话 它其实就分不清楚 哪个地方是头 哪个地方是脖子了 所以我们只需要用工具稍微去给它调整的 跟头部的这个线条 给它做的更圆润一些就行了 而不是说让它跟身体完全无缝衔接 我们能做到无缝衔接的 但是没有必要啊 这样的话你分不清楚 头跟脖子的这个分界线 对吧 看一下下面的这条线 才是我们它站起来的这个线条 现在我们把这个耳朵贴上去 耳朵的话 基础形有了就直接往上贴 是稍微 歪一点 然后向上翘 给它把边缘稍微压薄一些 然后另外一只耳朵的话 它是 靠近这边的这只眼睛向上 对吧 我们调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它的大小 然后它的这个接口处的话 要稍微宽一些 但是你在做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 就是它的耳朵之间的这个间距 你稍微压一压了之后 我们整个耳朵 你的大小差不多了 那形状如果说需要稍微调整一下 就可以用笔刀工具稍微去修一下边 我们可以把这个边稍微修直一点 直接切下去 然后给它 滑掉 放出来就行了 好 现在的话基础的一个形状我们就 差不多了 差不多之后的话 我们现在需要去把这个粉色的这个耳朵内耳 给它稍微贴一下 我们用这个 抹刀工具稍微把它 它灰色部分 对吧 耳朵它不是有两个颜色吗 灰色部分给它 滑一下 然后把需要贴的粉色部分给它 压下去 这样灰色部分自然而然就立起来了 我们就方便去贴这个粉色部分的耳朵 稍微压一压 这边的话也是一样的 我们稍微翻个面 比较方便操作一点 如果说你在压这个耳朵压扁的同时 你发现它的这个面积大了 那你就需要稍微去修一下这个形 对吧 厚了的话 我们都是可以给它切掉的 好 整体的形状调整的差不多了 我们擀一个粉色的薄片 然后把它贴上去就可以了 粉色薄片的话 大家可以用擀面杖 也可以用这个 稍微放过去一些 可以用擀面杖 也可以用我们的这个棒针工具 但是前提还是需要不粘的这种 如果说粘手的话肯定不行啊 它也是一样的 因为软条它都会有一定的这个调整的余地嘛 所以你不用 给它切的一模一样 因为你贴上去之后还是需要稍微抹一下的 我们用这个 刀片吧 然后大概的 给它切成一个三角 两边的话都修的差不多 然后我们先贴这个右边的耳朵 给它贴上去 直角边堆齐我们刚才的这个中控线 贴上去之后 用你的手或者说用工具去抹一下 给它抹平 边抹的时候边压一下这个中控线这个位置 边编 边编的话也是同样的 往内侧去收 多给它收一下 然后修一下边 用手 用手稍微打磨一下 打磨之后把多余的地方给它切掉 然后我们就贴另一边就可以了 稍微秀一下形状 另外一边的话也是同样的 我们去把这个三角给它切出来 注意它的这个下半部分 下面的这条边 哎呀它粘在一起了 我们重新擀一片 擀软桃的话 你什么方便用什么擀都行 主要是有些擀面杖它肯定是粘软桃的 所以我不建议大家用塑料的工具啊 一般情况下都是用金属的 因为它会腐蚀这个塑料工具 所以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你如果说怕它贴上去之后有点透 你可以稍微 稍微切的更厚一点 拉一下这个边 贴上去之后再调整 哈哈是什么意思呢 然后边缘这些地方我们给它切掉 这些地方都给它去掉就行了 然后往内侧去收 对吧 朝耳朵内侧去收一下 然后用手稍微打磨一下就可以了 整体来说的话还是比较简单的 就是大家后面的话 肯定要多去调整一下 上课的话肯定是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调整 我们做的都是一个大型 对吧 然后抹一下 稍微打磨一下 现在的话 那我们可以去 把他的这个眼睛稍微给他做一下 那眼睛的话 首先还是做他的这个白色的 我们的这个眼白部分 对吧 先搓两个小圆 他的这两个圆的话 要保持一样大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起司猫的眼睛的话 他稍微是有一点偏椭圆形的 所以你在压了之前的话 尽量给他做成一个偏水滴状的一个形状 你压下去之后 他的这个 样子会更准确一些 稍微大一点 稍微大一点啊 我们压了之后把它翻过来 然后两片眼睛的话 形状厚度尽量统一 对吧 这眼睛的话大概在这个位置 软桃的好处呢 就是大家边做可以边去修改 注意眼距啊 就是眼睛之间的距离不要太近 当然也不要太圆 我们先给他贴上去 因为软桃他一到夏天 他会比较软一些 我们贴上去之后再做调整 修改一下他的这个 大型 往外扩 用大拇指轻轻的拨动一下 调整一下他的这个形状 然后边调整 边用手去做打磨处理 你可以让他变大 也可以同时往内侧给他缩小 这个形状是可调整的 不是说放上去之后就调整不了了 对吧 是不是还是软桃的话还是挺有趣的 整体来说可操作性会比较大一点 一对一教学 怎么会是一对一教学呢 这边稍微高一点点 然后我们的这个耳朵 现在看起来其实是稍微有一些大的 对吧 我们可以稍微给他修一下 让他稍微小一点点 稍微给他修小一点点 就你一个人在听是吗 就形状的话 大家多去调整 因为软桃你只要不烤 都是可以反复的调整 重来 对吧 然后眼睛的形状的话 我们看一下 还是稍微大一点好 还是稍微小一点好 就你一个人在听是吗 行吧 我们放到这个角度 那这只的话稍微有点偏高 我们往下顺一顺 注意一下就是 你要他这个头是歪着的 所以你去做的时候呢 你要是把握不准 我们可以把这个头横过来 然后让他是平行的 你去画条线 不然的话你就会像我这样 就一直稍微贴的稍微有点偏高了 你这时候再去调整的话 可能大家就不会像我这么顺手去 把这个眼睛往下去调整 那大家在操作的时候 可能就没有这么顺手嘛 因为接触软桃 的时间短 你可能操作起来也就没有这么顺手 所以就提前去做好辅助线 对吧 像画眼镜一样 稍微下来一些 这样的话他就是 因为头的话他是这个角度 身体的话又是这个角度 所以你去做的时候呢 他肯定多多少少 就容易出现这种贴的一高一低 对吧 很正常 但是呢 大家还是要把它调整回去 我们把边缘稍微给他刻画一下 让他稍微深一些 然后现在我们把这个两只眼睛修的差不多了 我们把黑眼儿给他做出来 你碰了黑色之后整个手都是黑的啊 所以大家尽量把黑色部分的东西呢都往后挪 就是你要做黑色的部分的时候已经是非常靠后了 尽量不要放在白色前面去做 这样的话你做出来的东西的话 他会粘上这个黑色这个黑色非常的吃色的啊 压了之后我们把它翻过来 然后取取回来看一下 稍微扁一点 然后调整一下形状 我们把它放上去 再调整也可以 你摸了黑色之后尽量不要再去打磨了 你打磨的话只能打磨这个黑色 他稍微靠这个内眼圈一些 然后把形状给他调整的圆一点 可以让他稍微大一些啊 就是黑色部分的这个圆 用大拇指向外去做扩散处理 也是向外侧去压薄 这样看起来就会比较大一些 因为眼睛就会比较大一点对吧 软头不干是不干的特别慢 不对软头是不会干的 必须要烤箱烤啊 他是不会干的 然后我们去做一下小鼻子 和他的嘴 小鼻子的话 我们就轻轻的压一下 然后切一个小三角出来就行了 然后把它贴上去啊 两个眼睛中间 然后轻轻的压一下 软头你不用烤箱烤 它是干不了的啊 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了之后 就进烤箱把它烤出来 然后用笔刀稍微修一下这个鼻子的形状 然后我们用黑色搓一个小的细线 然后我们用黑色搓一个小的细线 搓一个小细线 稍微搓长一点点 然后稍微细一些 把嘴巴做出来 胡须的话也是同样的 但是胡须需要大家搓成细线 放到烤箱里面去烤干之后 再用这个401胶水把它粘上去 因为胡须你不烤的话 它是软的 软的话你放到这个 脸部上它会撑不住 对吧 它撑不起来 没有买烤箱 用热风枪也行 就是你做这种稍微小一点的东西 可以用热风枪去做 然后我们做这个弯弧对吧 中间弯起来 我们换一个工具啊 换一个稍微小一点的这个 软头笔 比较方便操作一点 嘴巴的话就是去做的时候 不太好操作 这个线条需要大家做的比较细 然后给它粘上去 大家看嘴巴其实都比较难做了 所以胡须一定要烤了之后 你把胡须烤干了 然后再去粘上去啊 你没有烤箱的同学就用热风枪吹也行 热风枪的话也就几十块钱吧 但是烤箱烤出来的效果会更好一些 它定型会更容易定 比如说像大一点的这个作品 它比较容易定型 调整一下嘴巴 好其他部分的话 其他部分大家听一下啊 其他部分像我们胡须我刚才已经说了对吧 其他部分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霉短对吧 这个起司猫它就是一个霉短猫猫 那像尾巴上的这种花纹的话 我们都用这个颜料去画就行了 烤了之后用颜料去画 我现在可以跟你们示范一下 但是不要在没烤之前去画啊 因为它烤的话会容易裂开 我就稍微示范一下就行了 但是大家去画的时候呢 一定要烤了之后再画 好吧 稍微给大家示范一下 比如说像尾巴这一块对吧 就把这个颜色涂上去 就用丙系颜料就可以了 丙系颜料大家都有的啊 对吧 就把它画出来就行了 是不是还是很容易的 画画纹的时候呢 就稍微慢一点 一根线是一根线的 对吧 然后头上会有一些小花纹 对吧 比如说 这个地方下来 然后旁边的话像一个小树柴一样的 花纹的前端的话 我们用笔稍微给它做一个圆头的这样的一个处理 这样看起来 会更可爱一些 就随便去画一下就行了 不要画太多啊 也不要画得太密集了 眼睛旁边向外画一根 左右两边都一样 左右两边都一样 然后耳朵出来这儿画一根稍微短一点的 对吧 这样是不是看起来有花纹呢 整体效果会更好一些 那以上的话就是我们这节课的整体的一个内容啊 大家下来自己去做的时候呢 就记住 我们 暂时操作不了的两个点 就是胡须 需要大家把这个胡须烤干了之后 或者说你用超轻做这个胡须粘上去也行 但是你用软套做的话 我给你们示范看一下 这是粘不上去的啊 因为它会软掉 你们看吧 它立不起来 你放上去之后 它就 跟面部贴在一起了 它就塌掉了 看到没 它就往下垂了 所以一定要把它烤干之后才行 然后就是 画花纹的话 需要大家 烤了之后再去画 不要像我这样 我是给大家示范花纹怎么画 烤了之后再去画 好吧 做梅价那个是紫外线灯啊 那个烤不了这个 那是烤有味焦的呀 对吧 那个是烤油味焦的 好像是热度嘛 对吧 那个是紫外线 所以还是不一样的 好那这节课的话 我们到这就结束了 好吧 下来大家可以去操作一下 然后实际的感受一下软淘它的这个特性 硬洗一下就行了 我们就准备一下课版好吧 就好了 那边是红彩公司的 就是红彩公司的 就是红彩广 然后就是红彩广 然后就是红彩广 就畫到負方兰 然后就这样 满软广的话 就开始了 就是红彩广 你复充上 就是红彩广 现在这个红彩广